Definite Integrations Part 8 來到最後一部分 最後一個technic是關於 indefinite integrations 然後我們就說Definite 然後就說多一點applications 就完整個integrations 為什麼要有這部分的出現呢? 就是因為有些情況下 有些功能到現在這一刻 你都不會in 很簡單的一個這麼簡單的功能 就是lnx 那你又不會in 第二些功能就是 我們暫時未探討過一些 tricholometric ratio 成一些panomial的功能 在這個情況下你又不會in 差不多的東西 panomial成一些exponential functions 我們也是不會in 所以在這情況下 究竟我們怎樣處理呢? 我們唯獨只可以靠 一種叫做integration by part 那我先講一講 什麼是integration by part 這條色的由來 其實是由大家的product rule 我知道D u v 先用D over dx 不要理會了 我們以前學會 就是擺前面 是不是D後面 加 擺後面 D前面 那Integration by part 7的重點的地方 就是呢 我可以呢 到最後本身 由in 一個 U d v 這個v 在裏面 是Durative 裏面 做了一點點 可以擺出來 然後把這個 和這個 交換 原因就是這樣 我現在把Integration 是這條色 所以左邊剩下 U v 右邊就是 in u d v 加 in v d u 所以我整理一下 把這個 保留在右邊 把這個 減到那邊 就得出這條色 那可能你現在這一刻 你都聽不明白 究竟這條色是什麼 我用Example 6.26 去 給你看一下 究竟這條色有多powerful 這裡打漏了X 先幫我打回X 先補回X 剛才說過 有一些功能 我不懂得in 就是 Chicolor Match Ratio 成一些Prenomial 這條很簡單 那你問 為什麼我要用Integration by part 記住 雙乘的東西 我不會做 雙乘的東西 咦 但是 我可以這樣 我不如把這個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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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回X 留心了 哪個是U 哪個是V 這個是U sorry 這個是U 這個是 成夠 叫做 V 原來 原來 In U DV 可以拆 我先不要理負數 好嗎 是等於 UV 即是X Cosin Cosin 減 In 先補救 黃色 這個是U D U U 好像沒什麼特別 你會否發現 本身 你 是因為這兩塊 相成 你不會 In 當你放了一塊 進去之後 調了位的時候 你這塊 會In In Cosin X X DX 不是 就是 Side X Valc 是 Cosin 其實這招 特別的地方 就是 我把Planomial 放進去 是可以把Degree 一路變小 一路變小 我們遲些做多些題目 你會發現到 這塊 當用完 Equation By Part 是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簡單 就代表 你沒有做錯 我們一起看B 好嗎 其實有兩個功能 有時候 你都是 憑經驗 或者Try and Error 知道哪個是U和V 可能你會問 Mr.Track 我究竟這次 是把X放進去 還是把X放進去 還是把X放進去 你便想 當我把X放進去 那時候就會變成X二次 咦? 好像複雜了 本身是一次的 你把X放進去 變成二次 所以這條 我會選擇 把X放進去 這個是你的U 這個是你的V 所以 那所以 In sorry InUdV 會等於UV 減 In 其實你等於把這兩個In 交進去 Ex Dx 咦? 跟剛才的概念一樣 本身兩塊東西相成不懂In 我調完位置的時候 會懂In In Ex Dx 就是Ex 所以答案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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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別加進去 就是In LNx Dx 那為什麼我剛才說 這條題目你一直都不懂In 因為你沒有東西 知道In出來 你沒有東西D出來 會是LNx 這代表 它的Primitive Function 你是找不到 但是根據 我現在不要理了 既然我不懂得In 但是我懂得D這一塊 對吧 你懂得DLNx 所以 我一開始就 Bipart In U DV UV 減 In 剛才說過 將這兩塊 interchange 所以是 X DLNx 你不懂DLNx 但是你懂DLNx 而DLNx 會是 1 OVa X Dx 透過Integration Bipart 你簡直是不需要In 這塊 因為你D了它 沒有了LNx X乘1 OVa X 會是1 所以 In Dx 所以會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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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 A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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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起丟一對答案 這課書全部都是Integration By Parts 當然是Integration By Parts 可能第一步的時候你會想 究竟扔哪個進去in呢? 其實這條題目沒得選擇 原因就是你都不懂inlnx 即你不會扔進去 你只可以扔x2p2 扔下去的意思就是in了線 次方加1除次方 所以把負1放出去 所以會是inlnxdx的負1 留心,這個是你的u 這個是你的v 我多數都不會理負主 所以uv-invdu dlnx可以扔回x2p1dx dlnx會等於x2p1 而這個你扔完之後你會in 因為你剛才in了一次 就是x2p2 所以次方加1除次方 前面那塊一直照抄下來的 這個位置為了我答案 4x i20hb 我們一起看看 同樣道理 你不會扔x2p2 因為扔進去的時候 in才有二次會變三次 你會發現越來越大很麻煩 但是我扔了這條p1x 好像無雙大,因為扔下去很不便 所以inudv會等於uv-invdu dx2可以拆成2xdx 你會否發現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本身二次 integration by part 變成一次方式 exponential function 意味著你再做多一次 又一次會變零次 所以我前面照抄 負義 扔回e-p1x 再做多一次by part inudv會等於uv-invdu 這塊你會認識in 拆好所有括號 所以這個會是最後答案 底下的題目 我們會上課的時候 一起談論這條很有趣的 Example 6.27 這次已經是最後一段影片了 期望大家看完這八段影片後 對integration也有初步的知識認知 但到最後始終都是經驗所得 integration 和d是不同的 一定要做得越多 你才知道哪些題目你懂in 哪些功能你懂in 儘量將它變成你懂in的東西 從而找到最後的問題